英格兰组总监第二圈赛事在周日深夜继续进行 英语的纽波特郡将对阵英甲球队达比郡 后者连续八仗各向赛事保持不败 反观纽波特郡近四场输足三仗 达比郡是一胜券在握 纽波特郡经济在英语表现不尽人意 数次经历三连败的他们在联赛中处于下游行列 球队近期赛事不断 各种杯赛接踵而至 首先他们在英足杯第一圈战胜联赛排名低于几队的高车士打晋级 此后英联杯和英锦赛纽波特郡均败下阵来 纽波特郡在近四仗各向赛事中已经输了三场 纽波特郡近二轮英已分别不敌史脱港和击败姬明贤 显然纽波特郡在面对联赛排名更低的球队时存在胜算 但对阵排名更高球队则表现挣扎 此番英足杯第二圈挑战英甲的达比骏 纽波特郡可以打定输数 达比骏上季从英冠一汉降班 本赛季在英甲征战 虽然球队目标是重返英冠 但球队联赛至今演出并不如意 18轮后取得8胜5和5负战绩 尽管达比骏在英甲排名上游 但和前三还是有段明显差距 球队要实现升班目标还要持续交出优异成绩 与纽波特郡一样 达比骏近期也处于多线作战中 虽然此前英联杯12码大战汉富力物浦 但此后就在英足总杯第一圈补赛中5比0大胜托基连过关 联赛中达比骏已经保持连续五轮不败 其中战事史提分 戈连斯仍然维持良好状态 他借两次取得入球的比赛 达比骏均收获胜利 金铺面对英以求对纽波特郡 达比骏凯旋在即 郑轻 Ay 执梁 达摇 乱